相關的一個視察現在陸續來做一個檢驗 不過大家可能也要更關注的是說 那接下來要怎麼樣來做一個進一步的一個了解呢 我們就來看看台北市衛生局長陳遠遠怎麼說 目前食藥署所公布的35項的相關的一個檢驗的結果 那是指26號 如果各位還記得要3月26號下午 由中央食藥署跟本局的機查隊 由實案官的帶領 像我們做了一次的徹底的一個機查 跟環境的所有的採樣 那食藥署所培養驗毒素驗出來的結果 就是那個35樣食材全部由中央帶回去做化驗 那當然我們自己這一端是把醬料做一次徹底的一個清查 但是我們還有24號25號的生物急診跟環境急診的一個樣本 可以做除了原來我們本局所做的一個傳統食物中毒 可能會遇到的幾個微生物的一個培養之外 我們聯繫了台大醫院 那也希望把這剩下的這四個樣本 包括一個是廚師的手部樣本 在24號採樣的 還有一個是這個砧板的環境樣本 還有25號採的兩個刀具的樣本 刀具的環境樣本 我們也跟台大拜託台大醫院這邊所長能夠幫我們做檢驗 來看看是不是有相關的毒素 好至於後續的賠償部分呢 由於保齡茶室的相關保險的保單過期沒有繳費 所以台北市政府跟保齡茶室的這一個所租的這一個空間 這叫大時代這個餐廳的業者呢 還有保險公司呢 現在才做一些討論 好在討論之後呢 台北市長蔣王安也在今天記者社會上對外來說明 現在看起來確定是由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公司付起賠償 而新安呢 他們也在兼效發出一個新聞稿來做說 你們看他們的新聞稿內容 好他們也提到呢 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後呢 這個他們公司就針對了盤查所承接的有效保單 然後他們認為是 他們獨立承接了一個部分就是 大原版信義A13的大時代餐飲有限公司的 一個部分叫做公共意外責任型的保單裡面 有一個附加條款叫做食品中毒責任的附加條款 所以他們為了釐清這個當事人責任歸屬跟保單關係之後呢 他們就成立一個專家小組來做一個研議 好目前了解是說 這個保單呢 食品中毒責任約定最高理賠現額是四千萬元 然後他們參考了相關的規定呢 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者的損害 應付連帶損害的賠償責任 所以他們會啟動這個保險契約 依據保單的條款來進行後續的程序 好我們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台北市局長蔣王安 以及台北市法務局長連湯凱 在今天下午的記者會上他們的說法 關於保險理賠的部分上午十一點 保護局也約談了西安東京保險公司 那目前的結論就是保險公司它會負起責任 也就是保齡有責他們就會負起責任 根據消保法第七條第一項以及第三項的規定 原版S3保齡查室有包含在台灣大時代所投保的公共意外責任 陷加食品中毒保險條款支撐保範圍內 也就是說本案大概保險的額度又會再增加 那我知道有記者媒體提問說會不會有額度不夠的問題 我們看過相關的金額 當然因為保險公司基於七月的保密條款 他不會公佈但是相信應該是足夠這個承受本事受難者的賠償的損害的額度是沒有問題的 那也是剛剛如同剛剛市長講的 就是回到消保法第七條的規定 因為今天保齡跟大時代是在大時代美食廣場裡面的經營範圍內 所以也就是確認了就是說如果今天保齡是有賠償的責任 保齡在S3的範圍內有賠償的責任 那大時代的保單就會一起出現 這起事件也引發了民眾在外飲食的危機感 衛福部次長王必勝今天在參加廣播節目 POP撞新聞這個節目的主持人黃偉翰訪問的時候 他表示說要產生米酵菌酸有它的條件 民眾不用太過擔心 我們來看看王必勝怎麼說 這個米酵菌酸它要產生其實它有三個很重要的條件 第一個它要有一個叫做唐昌璞伯克斯菌 一個細菌特別的細菌 而且這個細菌它特別的啞腫 它特別的啞腫才會產生這個 那這個在台灣以前是非常一直沒有看過 那其實如果我們去看在這個中國有發生過案例 那在東南亞有在非洲有 但是其實案例也都蠻少的 因為這個菌它是土壤的菌 那看起來它的這個是比較weak 不是這種很強勢很頑強的細菌 但是它產生毒素是很強 那第二個第二個關鍵的因素在於說 它有一個介質就是它會污染什麼 一般就是這個澱粉類 那這個這個椰子這類的東西 比較它喜歡去在那上面產生毒素 第三個你要在環境條件適合情況之下 比如說在溫度在22到33度 在中性的環境裡面 那還有這個食物本身它有一點發酵的狀況 那這些三個條件都要有了才會產生 所以並不是這麼容易產生 所以這個案例非常非常的少 黃碧盛也表示民眾在家只要做好食物的保存 就不用擔心食品的衛生問題 衛福部未來也會進一步規劃 讓民眾知道如何來維持相關的衛生安全 我們來看看黃碧盛怎麼說 我們發現這個菌在低溫的情況之下 可以抑制它生長 而且是非常明顯 所以你只要冰好它不會產生這個機會 你覺得我放冰箱其實就不會 對 該放冰箱放冰箱 那第二個就是說不要讓它壞掉 因為這個我剛剛講 它除了溫度還有它的酸鹼度以外 還有有沒有發酵也是一個因素 所以發酵就是壞掉 臭掉這樣 所以新鮮度也很重要 就是該丟的就把它丟了 那溫度保持好 這是我們自己可以做到 那當然外國網站也有在介紹說 怎麼樣防範這個 他有提到說你不要自己在家 自製這個玉米或這個椰子的相關的產品 不要有些人會在家自己弄這些事情 盡量不要 那如果要的話你可以加一些 比如說像檸檬這些東西 一些酸性的東西 因為它會抑制這個菌的生長 這些都是我們目前有收集到的資料 那當然我們資料署這邊 會再開示專家會盡快 把這些相關要注意的事情 我們統一整理起來 那一次告訴給民眾 讓民眾知道怎麼做 好 今天我們繼續來關注 後續的相關發展 介紹見聞來賓 第八教室前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資深技證 文長安 文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文長安 第二位要介紹是台灣大學讀理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陳教皇 陳老師 大家好 主持人好 觀眾大家好 接下來介紹的是台北市聯合醫院中心院區 我們的醫師江冠宇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的 寫江醫師還有三位來賓 總共三位來賓 今天我們也看到一個消息 這個米菌 這很難背耶 米菌 米酵菌酸 米這個字好像有點怎麼講 又沒有針對米對不對 所以現在有人講說米好像是不是 被貼了一個標籤了 所以今天王必勝也表示說不排除未來 要來做更名的一個做法 我們來看看他的說法 由彰化局長葉彥博他就表示說米不是元凶 可能是進口澱粉比較有可能 是 對 我想因為他這個毒素的名稱 一開始就有一個米 所以就很容易讓人家誤解 我想是不是後來 未來我們在更名的時候也列入這個考慮 那我想這次跟米食的關係是比較小一點 因為我們的這個果條 其實它的主要成分只有少數一點米而已 那大部分都是這個玉米澱粉 番薯粉這樣子的成分比較多 好 當然在上禮拜四的晚上 終於釐清了這一個米酵菌酸 好 是跟這一次可能有很大的一個連結 我們是先請陳老師來幫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米酵菌酸 它是怎麼樣生成的一個流程 還有幫它可能一個影響 請陳老師來跟我們說明 是 那相信大家都很好奇說 米酵菌酸為什麼會這麼毒 那我們可以知道就是米酵菌酸 它是由這個唐昌浦伯克斯菌 來去產生的這樣子 產生的叫米酵菌酸這個物質 那它這個物質呢 最主要它會去抑制我們細胞當中 產生能量的一個包氣叫做力線體 就是這個對不對 在這邊 對 那它這個作用會在立性體上面的其中一個這個轉運酵素上面 那我們就當作它是一個通道好了 是 它抑制這個這個能量去提供給我們細胞的一個通道之後呢 我們細胞就沒有辦法有效地去利用練習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在大量需要能量的一些器官當它沒有辦法用到這些能量的時候 它就會快速地去造成他們的器官的一個受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病人呢 就吃到這樣子的一個污染的產品之後 最先會讓他們是一個全身無力的一個情況這樣子 那在後續呢 像是一些大量耗能的一些器官 像是肝臟啊 腎臟啊 這些 首先就會看到他們一些肝腎衰竭的情況出現 對 那麻煩下一張 好 對 那事實上剛剛在這個王鼻聖市長部分就有提到呢 說在米酵菌酸它的生長的一個環境 事實上是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條件來去做達成的這樣子 那可以看到在溫度的部分呢 是在22到30度左右 那酸檢值呢 必須在中性的一個環境 那鹽份呢 也是處在一個低的鹽份的情況下 以及呢 它的環境當中的油脂 是相對較高的情況 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五十喔 是 那所以相對很油喔 對 在這樣子的環境以下 是最能夠讓米酵菌酸能夠去生長的一個條件 是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文獻當中提到的一個內容 特別是在含這個四Percent的油的部分 可以看到 您要不要比給我們看一下 因為這樣比較知道是每條線 在這個部分 最上面這條部分四Percent的油 它的米酵菌酸的濃度是 培養到第五天之後呢 這個濃度是達到最高的一個情況 這大概多少 我們這樣連過去 連過來這樣 大概在三十毫克 三十幾對不對 三十毫克每公斤 對 那此外呢 在如果環境當中 他如果含有米的部分呢 他的這個產生的米酵菌酸濃度也會相對來得高了一點 此外呢 溫度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關鍵喔 可以看到在二十六度的部分呢 他的這個產生的米酵菌酸濃度也是最高的一個情況 是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就是說 這個代表是說 他在二十六度的時候 他的一個米酵菌酸濃度會比在三十二會來得高就對了 對 特別是可以看到在 不論是在三十七度呢 或是在四度系的部分 他的這個米酵菌酸都是沒有被分泌出來幾個情況下 所以如果說是四度系就代表是五度以下 大家就可以安心 對不對 那換句話說 我現在二十六度就偏高 但是我如果超過幾度以上 就大家可以安全 三十二度 可以算是相對安全嗎 對 那就是在大概可以看到在三十七度左右的時候 他就是 其實他的這個毒素的分泌能力 就是已經相對較低的一個情況了 陳博士 我們再一個 您剛剛講到再來米粉的比例 這邊有點太快 我們來說明一下 您的意思是說 在什麼樣的狀況 會 他的含有這個米酵菌酸濃度會比較高 是指的是再來米粉比例高還是低會比較好 比例高的一個部分 對 他這邊就是針對在使用 再來米粉的比例呢 由最上面這條是一百Percent的再來米粉 那在最下面這條呢 這個是零Percent 就是沒有使用到 再來米粉的比例的一個產品 那他去可以看到他的這個米酵菌酸 所產生的一個濃度的一個情況這樣子 所以等於說再來米粉對他是一個 他覺得適合去 也是一個生長的一個條件之一 我想你這邊有一個講到唐昌博 唐昌博克氏菌 是有跟我們講到他的一個狀況 特性 對 那確實就是也有文獻提到這樣子的這個菌 他確實有可能會在一些條件下去生長 但是呢 他生長的一個情況 可以看到他可能可以適合生長的溫度是三十七度C 但是呢 在這個情況下 他雖然會生長 但是他卻不會分泌這個米酵菌酸的一個情況下 所以呢 我們這邊才會特別提到在米酵菌酸 他的一個生成 他必須去符合這樣子的一個藥件 才會讓他達到最大的一個分泌量這樣子 所以我跟你講 他的酸鹼性是大於五點五 所以相對來講 他是比較適合在鹼性的環境當中嗎 或者是他也是大概在七度以下 PH7以下 就是在這個中性以上的一個範圍 中性到鹼性的一個範圍 那鹽份呢 鹽份呢 就是相對 也不能太鹹對不對 大概六 百分之六的一個範圍 對 在相對在菌的一個部分 都是處在高鹽的一個情況下 都是不利於他們生長的一個條件 OK 好 那接著我們是不是還有下一張 那目前針對這個米酵菌酸中毒的一個這個案例呢 就是我們目前臨床上看到的一些案例 都是相當的少 那就是在中國部分有提出一個針對 也是在他的一個民眾 他二十七歲男性 他服用了一個米酵菌酸污染的一個米線之後呢 同樣也是出現了一個嚴重的腹瀉 嘔吐 無力的一個症狀 然後導致了多重器官衰竭的一個情形 這樣子 對 那在這個檢驗當中的一個結果 特別提到米酵菌酸呢 他在人體的體內的半衰期是相對較長的一個情況 是一百零二小時 那他這個意思呢就代表當米酵菌酸 他如果在這個患者的體內 在可能是一百minigram 他過了需要過一百零二小時 他才從一百降到五十變成一半的一個量這樣子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 他們搶救的一個過程當中 他們發現就是事實上在這個米酵菌酸 他要能夠在人體當中去移除掉 是有一定的難度的一個部分 他們使用了這個連續性的腎替代治療方式 他的這個移除的效果是比較沒有那麼好的 他們利用了血漿 血漿換素 他能夠比較能夠去 將這樣子的一個毒素 將從他體內去這個過濾出來這樣子 不過儘管他執行了這樣子的一個搶救之後 他仍然在第十二天 因為顱內壓的關係過高 而離世的一個情況這樣子 所以看起來要搶救 可能現在還是要很費心 很費力 非常不容易的一個情況 是 那當然我們回到現場 就是說在這一次 我想請問文老師 因為大家可能很關注說 好像別家餐廳都沒有 就只有這家餐廳有 包括文老師怎麼看 但是說是不是可能跟業者的一個調理的環境 或者是可能有些衛生的環境沒有處理好 所以是不是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不知道文老師怎麼樣來戒毒 只有這家有 那代表著這家的病原菌 是從特定的食物進來的 那這個特定的食物呢 我們剛剛這個陳博士已經報告過就是說 他在低溫之下 他比較難生長 所以我們在食物品保存的時候 我們講的一句話就是 動者恆動 長者恆長 你是冷凍的 你就遠遠去把它冷凍 你是冷藏的就遠遠把它冷藏 你不要任意改變條件 你如果任意改變條件的話 他就有可能會造成交叉污染 在整個餐飲安全上面來講的話 他最忌諱的就是交叉污染 交叉污染我們叫 最忌諱的 所以我們常常講就是說 你要洗手 手部是一個 最容易造成交叉污染的一個來源 最容易交叉污染 所以要洗手 那剛剛又講的就是說 你不鮮鮮的食物拿去發酵 很容易 所以食品常常來講的話 要新鮮 OK 那大部分的病原菌來講的話 都不太耐熱 所以食品來講的話 如果你在加熱的溫度 你能夠達到 你所需要的加熱溫度的話 這個時候要徹底加熱 基本上病原菌就不容易生存 OK 所以他還有要注意保存的溫度 我剛才講過的 動著很動 長著很長 你不要任意的去改變你的條件 還有食品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first in first out 你先進來 你就先出去 可是呢 現在很多人就是 他把它擺在儲藏室以後 他根本不管 有時候呢 晚進來的 他就給他先用了 可是先進來的 他根本沒有用 所以他給他病原菌 生長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這個病原菌 是看不到的 是摸不到的 所以從哪邊來 我們國家到目前為止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的食品 重途病原菌 一欄表裡面 他並沒有 譚昌普伯克斯菌 這個東西 他並沒有 所以這個目前所有的資料 人需要建立 你看剛剛檢查的都是米酵菌酸 可是他沒有檢查 唐 倉普伯克斯菌 換句話說 我們這個 目前這個細菌 如何去檢驗的資料 還需要建立 那我特別要強調的就是說 從哪邊來的 我不確定 但是 可以想像的就是說 在這個環境裡面 可能有交叉污染 可能有溫度不適當的情形發生 那所以做一個餐飲安全來講的話 這兩個先把它去掉 所以食藥主持人在講就是說 預防食品重途有五藥 就是要洗手 要新鮮 要注意保存溫度 要徹底加熱 還有要避免交叉污染 這個時候食品重途就很好預防 廖老師 對於觀眾來講 我也想幫光臨問一個問題 因為您長期過去在食藥署的時候 我們知道說 您在做一個食品安全機場的時候 是相當有經驗 可不可以告訴觀眾說 我如果真的去到一家餐廳的時候 你有沒有一些建議說 怎麼樣 可能外觀就先看看 他會不會有一些風險存在 OK 我自己本身去看一個餐廳的時候 第一個 如果這個餐廳的招牌 寫了一個蚊香下碼 這餐廳我絕對不會去 為什麼 因為餐廳的香味 不會隨便亂跑出來的 他的廚房裡面一定有一個油煙機 油煙機一定把這個油煙去處理過了 如果這個香味隨便跑出來 就代表他廚房的壓力系統已經變得很亂很亂 這個廚房裡面就很糟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去看這個餐廳的時候 我一定會到它四周去走動 我去看它的四周到底是不是很乾淨 它的下水道是不是不通或幹什麼的 這個時候如果有這種情形的話 基本上就不好 第三個 很多的餐廳 它在外面洗菜洗碗洗什麼的 所以一些的病蟲害蟑螂老鼠 它沒有辦法杜絕 OK 我先看完了這個東西以後 這個時候 我在看它 到外廠去的時候 外廠是不是鎮壓系統 如果是鎮壓系統的 我會去 然後再來就是 它的廚房 有沒有我們所謂的叫做 各種區間 污染區 准清潔區 污染區 污染區准清潔區 跟清潔區 它有非常適當的規劃設置 這個時候動線流程很適當的話 我以前看過很多的餐廳就是 動線流程 逆向規劃 老師我們是順便跟觀眾解釋一下 什麼是污染區 什麼是這個 好 所謂污染區 就是最髒的區域 就是洗碗洗菜的區域 OK 那准清潔區就是 調理切割的區域 那清潔區就是 我準備要上菜的區域 所以清潔區 通常來講的話 都是最乾淨的 空氣也是最乾淨的 那污染區是最髒的 那你在污染區的人 你就不要去幫忙 准清潔區 不要去幫忙清潔區的人 你帶著污染的雙手 去幫忙人家的話 就造成食物 就造成焦塌污染 有非常多的食品中毒 來講的話 就是說都是污染區的人 把它帶過去的 是 所以我們 你分區各個區域的人 你把它位置占好以後 你去做你的事 那你如果要去幫忙人家的話 你自己一定要徹底的 把你雙手洗涤乾淨 而且你的工作服要換 不要把這些可能存在的 病人菌帶到食品上面去 是 老師我會這樣問 原因也是想要透過 您這樣的一個分析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件事情說 目前我們知道中央跟地方 事實上就開始在做地毯的搜索 我們現在看到像今天 衛福部長 他也有提到說 現在正試著每個流程去看 但是他現在也沒有辦法馬上講 因為他說這個時間多 他也不知道 因為聽起來 他應該是每個流程去確認 然後臺北市政府 就他第一個時間 他開始查扣的一個食材 他開始去驗 但是當然我們現在比較可惜 是看到是說35項食材 剛剛看到 驗出來的事要署 目前這邊數據也都是沒有驗到 所以他現在開始去針對一些 比較地毯式搜索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中央跟地方目前所在做這些的檢驗 是不是也是類似 你剛剛做講 他也是一個流程的 試著去抽試剝檢找出來怎麼樣 那可是我們也在關注 這樣的抽試剝檢 真的容易找出來 最後的結果 還是有沒有可能說 雖然人就是發生這些事情 不一定真的能夠找到 病原的這個毒素或者是菌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要先從根做起 因為我們現在的廚師 基本上在廚房工作 都有中餐或西餐的 噴條技術師證 可是他們在搞中餐或西餐 噴條技術師證的時候 之前有考一個衛生的項目 可是大概在十年前的時候 他把這個衛生的項目 他把它拿掉了 所以他現在去考試的時候 他只是考噴條 可是他並沒有去考衛生 所以有一個衛生講集的項目 那這個衛生的講集項目 他已經把它取消掉了 以前你在考廚師證照的時候 必須要先衛生講集八個小時 我是覺得怎麼樣 從基本上開始做起的時候 第一個你八個小時必須要去 OK 那第二個就是 稽查員 他去稽查的時候 他本身一定要經過專業的訓練 不是稽查員上來以後就去稽查 他靠時間去培養經驗太長了 而且他不知道重點在什麼地方 對 所以我剛剛講的一個就是 操作流程逆向 我自己常常看到很多的廚房 一個廚房 後門跟前門 後門是洗菜 前門是洗碗 洗菜污染區 洗碗污染區 那你把新的區擺在中間 兩邊夾擠 兩邊夾擠 這個全部都污染了 那這種廚房怎麼樣呢 就必須要去把它抓出來 你要跟他講說 他一定要設立一個安全走廊 不會怎麼樣的就是 進出口都是髒的 乾淨的在中間 不可以這個樣子 所以呢 稽查員必須很多 都必須把它怎麼樣 你不是說只看一個表面的 像地板不結 或是磁磚剝落 這種東西的 我覺得要怎麼樣呢 很徹底的去把它給改正 那我剛剛講就是說 你的壓力不平衡 我的廚房 它有清潔區 整清潔區跟污染區 如果是在噴條的地方 它油煙抽出去以後 它會產生局部低壓狀態 那局部低壓狀態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如果有一個空氣 補足系統進來的話 廚房它本身怎麼樣呢 它會別的很舒服 可是現在廚房 基本上怎麼樣呢 都沒有空處補足系統 很熱很濕的時候 水蒸氣揮花 把它的毛細孔堵塞了 它形成悶燒 它很辛苦 很辛苦 所以因為一個人在操作的時候 很辛苦 所以他常常就會怎麼樣呢 去舒服一些事情 是 所以我覺得怎麼樣呢 應該先給廚師 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 這個時候 我們去訓練他 告訴他講說 怎麼樣去避免食物中毒 這個時候比較容易進行 所以以前我們常常可以看到 就是你會發現到一個就是 吃檳榔的食物 很少發生食物中毒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吃檳榔的食物 它的這個味覺 它的口腔黏默默細胞 已經被破壞掉了 它破壞掉了以後 這個時候它沒有味覺 所以天然的調味料 它不會用 它用的都是超重的化學調味料 那化學調味料 一用下去了以後 細菌全部殺光了 可是極性食物中毒不會得到 可是慢性食物中毒 卻多得不得了 不知道怎麼講 你這樣講一個不知道 這樣是好還是不好 都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是說 稽查員如果怎麼樣呢 他去稽查的時候 我們先給他一個非常完整的 訓練的時候 這個時候怎麼樣呢 對我們消費者 會有一個更健全的保障 好 老師 那我就回頭 回到我剛剛的題目 到底你覺得這樣繼續去追查 這個過程當中 會不會有可能只有我們是驗不到這個結果 因為現在開始已經有各界在擔心說 因為那個毒素可能被吃掉 有問題是被吃掉了 那剩下驗不到 或者是現場的菌 他可能不一定能夠抓得到 或是有班帥親手 巴拉巴的 我覺得食藥署應該儘快研發 唐昌普博克斯菌 它的檢驗方法 儘快去研發出來 這個時候你菌的檢驗方法 那你現在米酵菌酸檢驗方法已經出來了 那個標準品都出來了 這個都沒有問題 可是你前面沒有做 後面真的是很辛苦 好 待會檢查 不然我們再繼續來看 好 接下來我要請教的是 張醫師 這一次我們看到 只能靠所謂的這一個 支持性的療法 那剛才陳博士有提到一個 就是這個血清的一個置患 你怎麼看說目前這一個疾病在處理上面 對於醫藥人員來講 第一線是不是真的不好治療 真的是不太好治療 因為其實剛才那個陳博士所講 這個就是一個呼吸毒的定義 他就把我們在呼吸 最後要產出能量的關鍵步驟給弄掉了 所以怎麼樣在吸氧氣 細胞有氧氣 可是就產不出能量 那就這樣細胞就慢慢就衰竭就死掉了 所以說我們那種說 第一 他一開始的症狀 就是說先那個長臂細胞 就先受到破壞 就是說我們會有那種負痛 負脹 腹腺腺 north gast Gast 那個先出來 就看起來就是跟一般的那個感染性腹腺貓!」 传染病是差不多的對不對 可是隨著說 就是隨著說我們這些 那些細菌還有說那些毒素 因為我們是營養會吸收 到那個肝門 肌庞 mogą 接下來就是什麼肝衰竭 那肝失能 肝視神解毒 掛造很重要的一個構造 所以說也隨著全身血律循環到腦部 腦部就會噁心嘔吐 其實看到噁心嘔吐 其實就不對了 就開始要準備要進入重症的治療 因為這個人可能接下來就是 腦袋一亂掉 就準備要休課了 就像我們看到那樣 所以現在好像有個重症病患 是腦病變的狀況 這就是已經蠻危險的一個狀況 那我想回到就是主持人問的問題 就是說怎麼樣處理 現在是沒有一個有辦法的方式來處理 因為說這個毒素要怎麼去中和 或者說這個細菌有沒有抗氧素 都沒有 那就是症狀支持的療法 那當然說我們剛剛提到的 那種血漿自換的一個方法 就是說我們把一個病患 因為這過去在治療那些 有些身體有毒代謝物 或是說有自體免疫疾病 像是有些甲狀腺風暴的人 那他就是把他那個血液 那就是把它分出來 裡面有分成血球和血漿 血球流下來 但是血漿就不一樣 我們就是換捐贈者 那輸的那個捐血 那血漿再把它輸進來 就等於是換血一陣子 然後再把那個裡面的那些 我們不要的那些毒素 把它全部都弄掉這樣 就等於是那種絕地的 把那個血都換掉這樣子 這是唯一的目前 有效的治療方式 那當然這個就是說 也跟我們就是全身的細胞 已經被這個毒素 其實到什麼樣的程度 這個人體重多少 還有說這個毒素 它那個濃度怎麼樣 有多少 其實都有關係 所以這個患者本身的體質 也是滿重要的 基本上是這樣子 所以說就是 當我們就是感染性 民眾要知道說感染性腹瀉 就是我們吃 哇 肚子痛 肚子不舒服 如果說你一天之內 拉三次可能就要注意 你拉六次絕對不對 一定要到急診去 然後你噁心嘔吐的話 絕對是重症等級 請那個所有的那種醫護人 醫護人其實他們都知道 因為現場你噁心嘔吐 都準備要休課了 所以這個時候絕對要 進入那個急重症 你應該說是很嚴重的 因為一般的噁心嘔吐 還是有可能 因為對不對 中毒的 你只能是比較嚴重的 才需要進 就是說已經是那種 看起來其實醫護人都會判斷 生命真相都已經不對 心跳變快 血壓降低 這種情況其實在 其實如果大家以前 自己有食物中毒 如果大家知道那樣的狀況 除了說我剛剛講的 那些生命真相 你自己也會感覺說 一片蠻 頭會暈 那眼前幾乎是白到 什麼都看不到了 那種情況其實就準備要去 加護病房了 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江醫師 我想請教 您過去的這個求學過程 到現在 就是在血液到現在 曾經聽過 這樣子一個病毒 沒有 完全都沒有 完全沒有 對 所以就是那個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民眾會很容易用那種 也是我們那個第一線人員會覺得 好像跟我們過去經驗不太 因為我們過去都是用那種 什麼大腸桿菌 霍亂虎菌 那種常見的思維去看它 不過這個也是說 我覺得這支菌給予我們的啟示 是說因為隨著一些WHO 都要很強調所謂的環境變遷 氣候會變遷 所以十年前的環境 可能跟十年之後的環境 它是不一樣的 十年前的病不代表說 十年後還是有同套標準 可以去對付它 所以說我們的那種應變的措施 其實隨時還是要看到 纖維之助 就說這個有變化 那我們未來就要延展出一套 來做調整 是 當然我就要請教陳博士 就是說透過兩位老師 大概我們就發現一件事 有很多是一直在變化 現在當出現了 這一個米酵菌酸 還有包括這一個菌的 一個產生的時候 在台灣第一次出現 當然我們會希望說 它不是常態性 一直就在這邊 可是就站在這個 獨立的一個角度 怎麼樣看說 可能國際上面 也有很多不同的菌 或者是它所產生的 一個毒素的變化 是不是可能我們未來 在國內也要開始去預防 包括國外 不只是這一個 可能還有國外 其他我們沒有接觸過的 因為人來來去去 都有可能會帶來一些變化 是 當然 要去防辦這樣的這些菌 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想我們最重要 應該是要去注意 我們這個所不論是烹調 或是我們飲食的環境 因為只要環境 只要稍微讓食材 放了稍微久一點 那我們相信常見的一些 像是些人掌感菌 或者是其他一些菌 它馬上就自生出來了 那事實上確實是 也是有一些文獻 他有提出一些看法 當然他不一定是正確的 那會不會是說 他這個食品當中 他可能添加了一些去 抑菌基因 然後導致這個產品 他原本當中一些菌 他已經開始不見了 那當在環境當中 比較劣勢的菌種 像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這個掌上股博克斯菌 他在這個環境下 他其他優勢菌種已經消失 他是不是就開始慢慢去 去成長茁壯出來 那也有可能是一個 這個一個看法這樣 那當然還沒有辦法去確認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最重要還是 如果我們能夠去 將這樣食材 做一個完整的保存 不要讓這樣子的一個產生 交叉污染情況發生 那覺得是對大家來說 是最好的一個保護方式 一開始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還在想說 有沒有標準體 所以在上禮拜四 我們的節目一開始 我還記得 事實上因為它標準體 我們還需要跟國外訂購 所以當天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一開始事實上都還講說 可能要兩個禮拜內 才會有結果 不過還好後來就出現 就是這個好像基督教醫院 他們有這個張基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標準體 所以這時候 大家還開始去寫思一個問題 說在國外有一些的 一個病毒或者一些毒素 是不是應該國內的 一個標準體 或者是相對 就像剛剛老師講 檢驗方法或什麼的 是不是可能也要開始 去做一些重新的 一個思考規劃 看起來衛福部 已經有在做思考 不過就站在學界角度 怎麼樣去看說 可能是不是這樣的方式 恐怕會對於預防 一些未來其他的一個變化 會不會更有幫助 對 確實 可能如果能夠去 將這樣子的一個 潛在的一個病菌 去做好的完整的一個 像是資料庫的建置來說 可能會對這個民眾來講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把關 那不過呢 就是有這麼多種的一個環菌 如果今天每一項都要去驗的話 必須要花費相當大的一個 這個經費以及人力 來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所以才會說 今天這樣子的情況 真的是非常的一個罕見 對 那確實就是 今天遇到這樣的情況 能夠去思考說 未來還有哪一些 直接在世界各地 在世界各地 可能出現的一個 食品汙染的一個情況 去將這樣子的一個案例 做一個完整的一個統整之後 納入我們去檢驗的一個考量 也會是一個未來的一個 可以去思考的環節 不過講到前 我如果不要每一樣 我總可以先去篩選它的機率 或是它傷害的比例高的 是不是也可以就這樣角度 來先去就哪些範圍 去做一個討論 對 確實就像是在我們可能在做一些 樣品採檢抽樣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都會做一個 所謂的這個機率性的一個採樣 那我們會根據像是一些 像是我以像是這個 從國外的進入臺灣的一個產品 要去做抽驗來去做比喻好了 但會針對這些廠商 他們過去的一個表現 他如果是優良的情況 他就會照正常的抽樣比例 來去做抽驗 那如果他過去 可能有一個違規的情況 我們抽驗比例去增加 去增加說 將這樣子的一個可能 去產生錯誤的情況 把它抓出來 可能可以朝這樣子的方向 來去做調整 最後我再請教你一個題目 您覺得這樣的一個毒素 米酵菌酸 在臺灣未來再出現的機會高嗎 這個我認為是 這個可能是相非常 還很難說這樣子 因為畢竟今天這個 務部長有提到說 就是關於環境採檢的部分 這個相關的數據還沒有出來 你知道他可能菌的一些培養 還需要一段時間 那如果說真的有採 採樣 有採出來的情況 這可能是我們未來會去 需要去做進一步擔心的一個部分 但是就像田面也提到 他如果要去產生這樣子的毒素 他必須備齊相當多的一個條件這樣子 所以會不會是過去 他可能雖然有這樣子的一個菌株存在 那但是他們有達成這樣子的滋生 細菌的條件 沒有發酵 或者是沒有生出來就對了 是 所以才一直沒有被我們所被發現出來 這樣子的一個毒素產生 是 文老師會想問這個問題 是因為今天部長在立法院的時候 實際上也有立委是關注這樣的問題 就認為是說這個米肖菌栓 未來是不是應該列為一個 可能比較常去做檢驗的一個想法 因為我們連標準體現在是都沒有 好不容易有一個 但是以後你怎麼看說是不是可能要列為一個常態檢驗 我真的很怕長官講說列為清場性的檢驗 常態檢驗 因為經費預算就是這麼多 是 那你列為常態檢驗的話 這邊檢驗多了 旁邊就會檢驗少 檢驗少 有薪的人 他知道這邊檢驗少 所以他又從這邊作弊 那這邊作弊了以後這邊又受到傷害 所以這種 那你這邊才一個米肖菌栓 彈昌姆伯克斯菌 那邊才一個蘇丹宏 蘇丹宏 對 又一個美國豬什麼之類的 萊克多巴胺什麼之類的 OK 所以這邊都是加強加強加強 可是你的經費預算就是那麼多 所以我個人覺得是怎麼樣 要先篩選 所以我常常在講 檢查員第一眼要先篩選 你去檢查的時候 整個廚房你都可以看得到 剛剛主持人在講就是說 這個廚房它可不可能會 再有第二次的發生 如果是我做的話 我講得很不客氣的話 這個廚房裡面所有的東西 我只有一個把它銷毀 銷毀 然後剩下金屬的東西 所以我就徹底殺菌 因為細菌平常來講的話 它在不適當的情況之下 它可能會產生孢子 那它四季的洞 如果一適當的情況之下 它就生長了 所以我不知道它會不會產生孢子 可是產生孢子了以後 我要讓它這個機會沒有 所以我常常在講就是說 第一眼要去斷定它 到底可不可能有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 你每個都是加強抽驗 就加強抽驗的話 我講這邊的問題可能沒有了 可是這邊的問題就起來了 OK 所以剛才講 你怎麼去預防它 現在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就是 幾乎所有的病原菌 食品中毒的病原菌 都是四中性 它的pH值都是四中性 很奇怪 你看我們的葡萄酒菌 長岩虎菌 仙人感菌 里斯特菌 沙門氏菌 在藤昌普伯克氏菌 都是大概四中性 再稍微偏一點點減 那很奇怪的是 病原菌很怕酸性 很怕酸性 所以呢 大概在三四十年前的時候 印尼有這些案子出現 所以印尼怎麼樣呢 它的噴條方法就改變了 它很多的菜就是 開始就加一些酸 那這個酸它最喜歡抓的就是 檸檬液 檸檬汁 可是在我們的中藥裡面來講的話 它有一個叫五行 五行五味 五味是酸苦甘心血 那東南亞菜很喜歡做成 有一個叫做甜酸 可是甜跟酸 兩剛好 在我們的五味裡面是泛衝的 所以東南亞很聰明怎麼樣呢 它泛衝 它就把檸檬的皮 把它削成碎屑 苦 那苦呢 就把這個泛衝 把它中和掉了 就沒事了 所以呢 如果真的有問題 這個時候呢 我覺得怎麼樣呢 可以考慮 敢用一些 我們比較常用的有機酸來做 那有機酸水果的酸很多嘛 這種虛原類水果類的 檸檬酸柳丁酸什麼之類的 來做的話呢 在噴條上面 它的口感也可以比較好一點 老師再一個問題 就是說現在事實上 這樣講 我相信這個業者 很多業者 這幾天應該都是叫苦連天 你看連不相干的 可能跟米有關的 都已經被踩到了 甚至有一個什麼米干結界 在想說會不會被牽連到 事實上 第一個是會被牽連到的業者 那其他可能也是類似的 一個產品的業者 但是 它是環境好的 它很認真去經營 現在都被牽連到 你怎麼看說 這樣的一個消費者信心 是有什麼方式 可以鼓勵大家去 去從政呢 還是說恐怕還是需要一個 是不是政府可能要經過一段說 先來清查或什麼之類的狀況 還是說這次就像剛才我看到說 院長也有講 部長也有講 實際上他是一個 擔一個業者的個案 你怎麼樣來解讀 餐飲衛生如何加強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可是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一個食安的事情 你怎麼去去除病原菌 剛才講得非常的清楚 病原菌本身來講的話 它一定要有一個 適合的生長條件 是 那我剛才講 所有的病原菌都有一個通信 就是四中性 OK 那四中性的話 你離開四中性的環境 那我們在叫人家噴條的時候 剛才講那個米 米是鮮染感菌 那米呢 因為我的皂米 它有麩皮 比較不容易長鮮染感菌 可是你把麩皮拿掉了以後 變成白米 它沒有保護層了 它的鮮染感菌就比較容易長 所以我們常常會用一個 滑石粉上去 就是增加保護 你如果沒有滑石粉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避免它這種菌進來 你可能就要採取一個真空包裝 那你如果沒有真空包裝的話 你又是一般的包裝 又沒有保護層的話 這個時候就很容易 有這些問題出來 所以鮮染感菌本身來講的話 又不耐熱 所以我們就要教我們家講說 如果它有菌 這個飯一定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鮮染 所以粽子鮮染 吃了一定生病 那米鮮染一定生病 所以很多東西有異常的形形 那我們自己本身怎麼樣呢 所以我在看那個新聞的時候 有一個消費者覺得苦苦的 苦苦黑黑 還準備把它吃完 可是苦苦的一定要停下來 因為這是異常 我們不可以就是說以生試食物 不可以這個樣子 所以老師等一下告訴大家說 真的不用太過擔心 但是警覺性要更提高 如果覺得這個飲食 跟過去的習慣感上是不對的時候 可能要勇敢的說停 甚至要考慮要放棄掉這頓餐這樣子 是 是 是 因為千萬不要去省這些錢 所以像那個我們吃炒飯 現在就講炒飯先生掌握 那炒飯本身來講的話 如果飯剛剛煮熟了 它是黏黏的 是 不能炒 所以炒飯一定要把它放在空氣中 然後讓它風化老化 β化了以後 它才可以粒粒分明 它才可以抗性澱粉增加 它才可以去炒飯 可是當你看性澱粉增加的時候 空氣中先人感覺就上來了 所以現在很多的中毒都是炒飯 所以我們衛生器官 在做訓練教育的時候 一定要跟業者講 就是說你一鍋飯煮好了 盡快的把它飯把它辦 辦了以後讓它慶祝冷卻 然後放到冰箱冷藏 用低溫讓它老化 抗性澱粉增加 不要放在室溫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餐廳怎麼樣 部分的餐廳它是擺在工作臺上面 這種就容易造成這種現象發生 然後每個人走過來摸一下 每個人過去又摸一下 這個是不妥當的你知道嗎 江醫師最後要請您來跟我們分析 因為大家現在吃東西會害怕 有沒有一些東西 可能或是哪些角度可以幫助自己的食品衛生 可以比較安全 像剛剛文老師有提到 就是真的不要去想說它很貴 所以覺得有異狀的時候就不吃了 不然就吃下去了 勇敢說不吃 因為吃下去反過來 他們一些可能 但你會提供給觀眾朋友 在衛生方面的一個建議 對 不過聽到老師這樣講 我有些蠻喜歡的那些藝人主持的餐 就是同時當主持又當服務員 那種我就不敢去了 為什麼 人家感冒很用心做 感冒很用心 不過我覺得基本上還是這樣 從這件事情 我們還是要說 那個大家一起共同瞭解說 食物保存過程的一個重要性 剛剛文老師也提到很多 那剛剛從陳博士 他列了那一張錶 那細菌適合滋長 還有產毒的環境 基本上其實我覺得整理起來 對我們來說 那門檻 理解門檻最低其實就是溫度 要低溫 那低溫就是他那個 不管說是適宜那個細菌 他滋長或說他產毒的藥件 幾乎都至少是那種 二十二度 二十五度以上的那種環境 所以說我們只要說在食物 在不吃 就是說食物還未拆封 或是食物已經吃完 你可能要放到冰箱以下的那種情況 你把它放到冰箱去 那不就完全避開他的那個條件嗎 那當然就是食物剛才還有一個藥件 因為我們看文獻的時候 還有其中有提到是氧氣 那就是說如果說是在一個有氧的環境 然後反而比較適合一個細菌 細菌的一個滋展 剛剛老師也有稍微提到一下 如果在無氧的環境 應該說在有氧環境 比較容易適合滋展 無氧的環境 可能就是真空保存等等 也就是比較適合我們食材 減少至少不要讓他有產毒的一個可能性在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那我想就是說在民眾 我覺得未來餐廳的一個競爭的優勢 我之前有稍微分享過一下 就是廚房未來可能要透明化 就是如果是那種廚房 他整個處理的過程 是可以讓消費者看得清清楚楚 我知道說那種在餐飲業工作 他的壓力很大 所以說廚房他不太喜歡給消費者看 然後廚師很生氣 然後對徒弟罵摔鍋子 都不會給人家看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未來不會是這樣 就是未來為了確保我們的食品安全 那最好是整個透明 然後看說食材是怎麼樣去保存 然後他怎麼樣 是不是現炒 現做 然後就我們就現場就吃掉 還有說我們那種醬料有沒有 我們就有那種燒肉店 那種醬料都放在桌上 然後在那邊放 然後顧客還在ABC桌 然後就一起走到那邊去取那個醬料 那以後是不是說這些流程 可以經過這段時間之後 我們思考再把它改善一下 那就是每個都是案例學習 這沒有關係 那以後就是改變我們的一個做事情的方式 不是只有臺灣 包含說連日本可能那些國家 也都是食物多元 那我們也要議題的去做改變 或互相學習 來機察專家 我們有一個衛生局 我不提哪一個衛生局 他用5G來管理 就是說溫度管理 你熟視在炒菜的時候 那炒菜的那個炒菜棒 他上面一個溫度計 5G傳到衛生局 那他把冷藏庫 5G傳到衛生局 他一看到溫度異常 他當然就知道了 因為衛生局就叫 這叫5G管理 那現在部分的國家 5G管理的更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把你整個廚房視訊給衛生局 所以衛生局都知道你在幹什麼 所以你如果有交叉污染的話 這個時候衛生局馬上看到了 他馬上就通知你了 他就看到說你的菜怎麼會怎麼樣 沒有分開包裝 是放在一起包裝類似這樣 是 因為衛生局有專人去看這個畫面 所以我覺得怎麼樣呢 現在科技的時候 你剛剛一直在強調的 溫度管理非常重要 那冷凍冷藏庫 你有沒有交叉污染 這個時候呢 你裡面有沒有分類儲存 是 現在有很多冷凍庫都是 一塞進去就是一堆 可是你分類儲存的話 他絕對不會交叉污染 還有這個冷凍冷藏庫 絕對不可以擺自己的物品 自己的物品都 因為部分很多人就是 擺自己的物品進去嘛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怎麼樣呢 科技的管理或許可以 減少稽查員怎麼樣的 披意奔破 我現在看到很多的稽查員 真的是披意奔破 你知道他們現在跟家人 在一起的機會越來越少了 會不會現在的稽查員的人數 會不會也相對不夠 我們可不可以來爆料看看 還是說 對啊 因為店家多啦 你的稽查員是不是也要 變多啊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 你過去的時候的稽查員 數量跟現在數量 有什麼變化嗎 還是差不多 我個人是覺得 因為現在稽查員管理有兩種 第一種叫集中管理 集中管理統一運用 OK 我稽查員 假設說我全部都集中在內服區 可是我內服區 那我如果到文山區去就很遠 所以我去文山區的機會 就大量減少 但是我在內服區就會大量增加 所以呢 集中管理統一運用 有它的優點 可是也有它的缺點 就是在這個區域附近的 它稽查次數很多 可是離開這個地方的話 它是很 OK 那另外一種就是 各區都有 各區都有 那各區都有的好處 就是說怎麼樣呢 它可以立即管理 它的缺點是什麼呢 它立即管理的時候 因為跟這個地方比較熟 可能會造成官商一些問題出來 那就有怎麼樣呢 採取是比較中 中和這種集中跟分區 它就把它變成怎麼樣呢 三四個稽查站 一個稽查站管五六個地方 一個稽查管五六個地方 這樣子 這種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人數上呢 你覺得它夠不夠 齊查員問我說人數夠不夠 通常來講的話呢 是離縣市政府所在地 越近的 它的人數越多 OK 越遠的 它的人數就越少 所以就可能這邊就有漏洞 是 所以呢 中林退伍不久 就實現了徒步行軍環島計畫 受到爸媽大力支持 這個是在 我們多少會有點迷惘 迷惘通常都是在 不知如何下手 家裡明明開營造公司 哥哥中佑為什麼 他上載了 他沒什麼 他都跑到